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今天分享一個愛散菜 乾鍋薯仔或者紅燒薯仔 土豆 我最近在Facebook的主頁 設定了一個小組 叫做貼糖礦獨區 主要是給大家 將平時的作品或者煮食的心特放上去 大家可以在說明欄找到它的連結 大家留意一下 歡迎大家加入 分享你的作品 漂亮不漂亮,沒關係 我們先看看原材料 很簡單 薯仔一個 有些五花肉 瘦的 半條 很瘦的 這塊五花肉 沒什麼肥高 但也有一點 有些青紅椒 有些蔥 有些蒜 很簡單的一個家常菜 很簡單 很送飯 還有少許乾蔥 這種做法 在外省是很普遍的 但我們比較少這樣做的 像我媽媽以前的家裡煮菜 很少這樣煮 先說一塊五花肉 盡量 瘦一點 但有些肥也好 拿來起鍋 拿些豬油出來炒 就會更香 如果我們試過去國內旅行 很多時候在街邊的小菜館 一定會有這個菜 首先我們有些青椒 我們選一些大條一點的 不辣的 或者用燈籠椒 我們切開了 我們在肉那邊落到 它又不會出水 就可以放久一點 例如早上切了 放在雪櫃裡 晚上回來煮 它也不會變壞 在皮上切 它會出水 水份會走出來 很快就會變壞 紅椒也是這樣 這些紅椒、青椒 不太辣 但它會很香 我喜歡用它 你看我經常用它 用尖椒 不用燈籠椒 燈籠椒 我覺得它比較香 燈籠椒 就比較甜 烤起來就不會太香 蔥 紅蔥頭 沒有的 就買白色的蔥頭 去3cm左右就OK 都是那些東西 蒜頭 乾蔥 蔥 這樣已經夠味道了 我們把蒜頭壓一壓去 輕輕切細少少就可以了 接著乾蔥頭 有些人叫紅蔥頭 結構好像洋蔥一樣 我們用刀尾 起了釘出來 剝皮 切細就OK了 好 搞定 薯仔 很簡單 去皮 我們大部分時間買到的 很多都是黃肉的薯仔 不是用黃肉的薯仔 不要緊 這次我們切片 有少少厚度 約1cm厚度就可以了 不要太薄 厚度 是這樣的 這個厚度 這個厚度 山煎 不需要出水 山煎也很棒 如果覺得大塊 可以將它一開二 煎的時候就方便些了 切薯仔 小心手 薯仔會走來走去的話 切一刀 然後把它放在針板上 它就會站得很好 接著我們用水浸上去 接著我們處理五花肉 這次皮是不要的 切一刀之後 好像這樣 刀鋒是向外面的 這樣把皮起出來 這樣就安全一點 記住 刀鋒不要向自己的方向 慢慢地斜一斜 斜一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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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魚皮 然後我們把它切 薄片 再切 對 如果你怕 這是雪蟲 那我在雪櫃裏解凍 很冷 你可以這樣 更加好切 等它未完全解凍 還硬一點的時候 拿出來切 其實會方便很多 我們將它切薄片 等一下有些肥膏 我們可以偷了它出來 等下拿去起鑊 香很多 有些豬油 少少豬油不怕 豬油 簡直是這道菜的靈魂 接著我們醃一醃 五花肉 生抽就可以了 讓它有底味 不需要弄這麼多 不需要加生粉 粟粉 最多可以搭少許胡椒粉 但我有加米酒 這樣會比較香 很簡單 這樣炒出來的口感是最好的 接著我們中火起鑊 燒熱的鑊 有煙 看到燒煙 我們下油 接著呢 晃一下 中火 放一進去 那些油有煙的時候 現在有煙了 我們先煎薯仔 煎到薯仔有色 兩邊 慢慢來 會有彈油 因為薯仔始終有水分 如果真的怕彈油 就用蓋子 好像盾牌一樣 擋住就可以了 中火,保持中火 慢慢煎 如果薯仔片有數量 我們就要分兩次煎 中途不夠油,可以加些油 薯仔也是會吸油的 蓋一蓋蓋 分幾鐘 其實會快一點 油不會彈得那麼重要 然後打開蓋子很快 你看到 已經有顏色了,顏色很帥 金黃色 薯仔裏面有糖粉 所以煎出來的顏色很漂亮 麻煩一家旗有可能有廣告 你可以一邊欣賞美麗廣告 一邊幫狗狗貓貓掃背 廚房福卡或者騎樓逛逛逛 麻煩 我們慢慢煎薯仔 煎到兩邊有顏色 然後就可以拿出來 兩邊有顏色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熟了 因為它是薄的 這種很香的 我以前做過煎薯仔 蓮皮的 一個個三角形 大家可以看以前的影片 可以參考一下 另一種方法 亦都很棒 煎完薯仔 我們先放在旁邊 又有好消息 是不用洗鍋的 然後呢 保持中火 我們先把豬肥膏放進去 如果怕肥,你可以不放進去 然後我們慢慢炒香 豬肥膏 然後它會變金黃色 豬油會慢慢融化 差不多可以看到 焦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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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會黏的 不會出水的 大家看 我們先放平 先煎一煎 先煎香去一邊 好香的 現在已經覺得好香 我們慢慢來 煎到一邊有色 基本上一會 我們可以炒一炒就可以了 也是 它自己原本是豬肉還有少許多油 油溶出來之後就會很香 等一下我們炒其他配菜 整個菜也會很香 給少許耐性會更好吃 看 開始變金黃色 很快 不需要擔心它不熟,很快就熟了,看看 顏色是不是很漂亮呢?還有少許油的,如果鹽油多的話,先把油倒出來 油漏回去炒菜也OK,不用太多油 然後我們把乾蔥和料頭放進去 一起炒,很快就可以了 還有蔥的頭,我們放進去,炒香 煎好一點五花肉,炒香料頭 一步一步來,不要急,保持中火至大火 然後把其餘的蔥放進去 然後青紅椒放進去,很快就可以了 青紅椒輕輕炒就可以了,不用太熟 有一點口感才好吃 炒不到的,你們用鑊鏟或木巾 慢慢這樣搖搖搖搖搖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薯仔放進去,很快 很快就可以了,很快就可以了 現在已經很香了,等一下我們很簡單的調味 生抽就完成了 一湯匙左右的生抽 有一點點生抽,放在鑊邊就會比較香 放完生抽,我們可以試一下,看看它夠不夠鹹 當然,我會再放一點鹽 還有我們可以放一點醋 它就不會那麼肥膩的感覺,會爽些 放一點點香醋,放一點香醋 放一點香醋下去就可以了 吃得很快 麻煩還沒訂閱,請訂閱,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告訴我,分享給朋友 好,逢是一、三、五、下午的五點半上片 早上會在社群中,會重溫以前的影片 搞定,先說到這裡 我們放了點醋下去,所以很酸酸的 很開胃的感覺 不會覺得食際的感覺 因為有薯仔,有豬肉 很家常的菜,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差不多了,多謝各位收看,拜拜 還好 participation 這是一首多少錢 JOHNSON CHAB 有甚麼錢 在我中的葡萄切場 我 할�もう時間 你餓死了 不要再介紹